我是这颗蓝色的星球 我的目标是吞噬 并变成这个宇宙中最大的星球 绿色的这个是反物质 如果碰到了它 身上的物质会跟它抵消 除了它之外 我们可以吞噬比我们小的星球 但是大的星球会将我们吞噬 我们可以喷出身上的一部分 来提供动力 但是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小 吞噬了一轮之后 好像没有一条路好走了 周围都是这种绿色的反物质 右下角有一片区域 感觉可以冲一下 但是它正在不断的变小 我们过去之后要减速 不然会控制不住 就被吞噬掉了 完了 变得好小 左上角好像有一片地方可以吃 我们去尝试一下吧 小心一点 现在这个视野距离开得太大了 感觉不太好控制 完了 又碰到这个反物质了 这次我们吸取一下教训 慢慢的控制 左下角好像有两块大的 可以吞噬一下 吞完它们之后再去下面吞 路过这个反物质的时候 还要被收过滤费 我真的是 下面的星球也可以吞了 它变透明了 就说明我们比它大了 OK 右边大一波 那这次的话 我们可以尝试把右边那个星球给吞了 右边吞了之后就可以吞右下角的那颗星球了 应该 小心 小心小心小心 OK 右边大一波 下面还有个小星球也吞噬一下 nice 刚好可以吞到右下角的星球 哇 一帆风顺了 咱们可以滚水球了 上面还有一大片 现在都可以吞噬了 现在越吞越大 碰到这种绿色的星球也无所谓了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星球把它推开 或者直接把它吞掉 吞掉它们吸收我们的物质也不是很多 我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这次没有反物质了 但全部都是各种大大小小的星球 这次应该会比上次更简单吧 因为星球我们全部都可以吞噬 现在周围有很多小星球 我们应该可以吃了一个之后就吃掉另外一个 周围的星球现在全部都变色了 我们都可以吃掉 变大了之后可能可以吃掉右上角那颗星球 吃了这么多之后好像还是不够 去下面再吃一点吧 诶 小心 被右边的星球蹭到了 损失了一点点 好像还是不太够 一上角的星球还没有变色 说明我们还不能吃 再吃一下左边这颗星球吧 好像还是不够 但是顶上那颗星球好像变小了 顶上那个星球被大星球吞噬了 诶 糟了 我被底下这个大星球吞了好多 我们一股脑往左边去吧 左边有好多小星球啊 看一下左上角 左上角的星球我可以吞噬吗 完了 我在过去的过程中一直在被边上的大星球吞噬啊 吃了一波感觉自己什么都没获得 反而失去了不少 我们再去右上角看看吧 右上角有大的星球可以吃 慢慢来慢慢来 诶 不能碰到 哇好难控制啊 怎么感觉我吃了半天全部都吐给别人了呢 看看能不能钻到右下角去吧 右下角还有一个小球 慢慢来慢慢来 糟了糟了 过去的时候又被收了路费 吃不过下面的了 又病的也吃不过了 诶完了全部吃不过了 我们再来一次 这次先吃掉周边的 看能不能直接在周边变大 我们喷出去的东西不断可以推动自己 还可以对动别人 把这种小星球推到旁边的大星球上面 等它被大的星球吞噬了之后 我们再去吞噬它 现在开局不错啊 我们周边星球被我们吞完了 现在貌似还差点 不过咱们可以推一下 把周围挡路的星球给它推走 左推一下又推一下 把右边这个星球推过去 让它碰到右边的大星球 然后再跟这个大星球抢吃的 nice啊 越变越大了 上面一大片星球都可以吃了 哦 雪球滚起来了 周围全部都变成可以吞噬的星球了 我现在好像已经是最大星球了是吧 吃起来吃起来 有时候想要取得更大的胜利 就需要牺牲一点东西哦 把边上的小星球推到大星球身上 它被大星球吞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吞它 这个游戏好像还有多人模式 不知道多人模式会是什么玩法